王小飞分手才跟这个大光头联系的吗 别演戏了 别让我把这些事情都戳穿 王小飞母亲张岚 22号公开手中传给S妈的记录 将近14分钟的音档 火力全开毫不留情 扬言要拿着证据 非台湾更心疼儿子的处境 我也开始想忍 现在我真不想忍了 我儿子身体都完蛋了 你知道吗 都被你们害的 你知道吗 张岚前一天发了十点声明 提到在婚姻和离婚协议过程 大S不断侮辱用言语贬损 认为是S妈跟小S害了大S 小S在利用大S 你完全你们没拿着当人 你们就拿着当工具 完了把我这事 背线给你两个女儿好好听讲 好吧 给明白人 伟中哥 他是个明白人 点名大小SN师王伟中 22号王小飞原定来台 却因为通行证问题卡关 她深夜发文 原来是S妈疑似想休战 要她别说了 但又秒删 S妈心情大受影响 私人脸书写下 为什么疯子杀人无罪 为什么骂人 理所当然 无论你在哪里 我是设定西元一定要照顾她 没想到她现在反过来 她可以照顾好家里 又可以照顾好姐姐 这样子就出乎我一条 现在我才是我们家的一家之主 王小飞母子杠上徐家 大S家人都被波及 今日倾家撕破脸变成仇家 张兰大动作公开阴档 吸引大批吃瓜群众之外 可能也落得两败俱伤 东森新闻月中心在台北报导